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配合這個雲端硬碟的使用 基本上雲端硬碟其實 你如果要把它轉換成就是我們在這個叫做 Google 文件的話它會有一些限制 有一些限制 包括簡報是50Mbps內的 這種方式就是像各位你們 我們在 這裡 你從這邊進來我的第一個 我有沒有直接把簡報砍入在這邊 這種方式我是直接轉換成所有的Google雲端硬碟的那個文件 轉換成這個之後你就可以直接在線上直接做編輯 應該是直接做bamo 也可以直接做編輯 可是不可否認的 格式上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簡報應該還好但是動畫會不見 還有一個東西會不見的是什麼 你看我們這邊 我的第一個頁面 我這邊第一個頁面 我這裡有沒有用到這個叫做 文字藝術師有沒有 這類的東西會不見 還會不見 所以 通常來講 像這個都會留著就沒問題 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部分我的 做法就是在地頁的 部分我就會比較做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是直接用文字打進來的 因為地頁會不見 好那 你進到Google雲端硬碟在哪邊 網址在這邊 你可以直接找這個 Doc Doc Docs.google Docs.google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就可以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呢 還是一樣建議各位 進來 不要 隨便就直接丟了 建立一個資料夾對不對 比較方便嘛 你可以從這邊建立 有沒有資料夾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 如果你用的是Google表演器 它有個好處 不只可以拖曳檔案 還可以整個資料夾丟上 比如說我整理好了 我不要在這邊建立資料夾 這樣比較慢啊 對不對 那你可以從這邊 像我在這裡 我就 好假設這個 我可以直接拖曳這個資料夾 丟過來就好 有沒有 有沒有 就這樣丟過來 這邊也會直接建立那個資料夾 有沒有直接上傳 所以你可以拖曳多個檔案 那 這樣很快嘛 24個 我先取消好了 這個 把它 刪除 好你看一下 如果像我們這邊的 像這個啦 這個對不對 我會 多個 我可以這樣勾起來 那 你拖曳的時候 按住 丟到這邊 等到它上面打開 這時候我滑鼠都沒放 拉到上面來 拉到這邊有沒有 會出現這個 滑鼠才放開 滑鼠才放開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好像 會考驗一下你的操作方式 你也可以把 這個 變成 就是看得到視窗的 這樣丟過來也可以 我們剛剛是因為我都放到最大嘛 所以我用這樣 通常其實我比較快的方式 我都是 搭配快速鍵 Alt加Table Alt加Table 只有直接切換 這樣比較快 切過來 放開 我滑鼠都沒放開 丟進來就好了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您可以現在再把它丟進來 所以 您可以先試看看在這邊 建立一個資料夾 喔 好